天果类巧克力氛味或者有些酒香这种是很正常 但是你说比如出来一个很明显的水蜜桃味 就成了玄学或者说就是添加剂 这老哥是个人才啊 不行 我要去苏州会会的 师傅 今天车怎么这么难打 我们打了快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我是没有单子 你是没有单子 我们真的叫了快一个小时 这次去苏州的起因是什么 就是我记得很早之前我刷到过一个全网差评最多的咖啡店 然后有很多观众他们的关注点都是在 老板为什么要赶客人走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老板他的个性很直率 很real 刚巧前段时间 然后这个店的老板他叫Max 就主动联系到我们 刷开了很多硬核的这种咖啡的器具 以及这一两百年全世界各地的咖啡的这种专利的资料 那我才发现这个老哥是真的硬 河南人 希望这次探店不会被老板赶出来 走啊 这个是什么呀 鸡头米 加了一份鸡头米 谢谢啊 这个你们为什么卖这么贵 35块钱 我们河里面炸出来的 观众朋友们 这个叫鸡头米 结果结账的时候 35 那他吓了我一跳 这个是这么贵吗 35块钱一份 你们有人知道吗 说一口 这是什么果实吗 男孩子不要罗疗 女孩子不要刷单 记住了没 听到了没大家 就是说你的啊 就是说你的 到了这个店 这个店叫第36个故事 听名字 感觉这个老板应该是蛮闷骚的一个老板 感觉了 Hello 这个店门口的这个温馨提示 真的是非常温馨啊 星巴克 往右 Costa 往左 茶馆左右都有 我喜欢撸猫撸狗 是不是 叫什么名字 星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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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店里面养味调星巴克 星巴克 你店里面养味调星巴克 星巴克哦 不Costa杯今天不能通啊 这是奶胸奶胸的 店里面的话就是这种 比较通透的人采工是吧 这边有很多的咖啡的这种 我是啥玩意儿 看都看不懂的 不懂 等一下可以看 我全自己做的 我自己给他加的这个杯子一放 看就可以了 感应的 这个25块钱 然后呢马达 当时呢我装那个上个风扇 实际上没什么用的嘛 就好了 后来装到一半 我突然闲起来给它改成 温度到40度 自动启动散热 这个配件呢4块3 这个是什么东西看出来的 这个吗 下水道的那个 对啊 对啊 我就把它做成了这个台湾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就是吗 哇黄一波用过的 我刚才竟然也用了 我刚用之前我竟然不知道 就本来我放在一起各个不同地方的吧 那些小环师过来到处找 有专门过来找一个摩托机的 到处找一个哥拿着照片对着找 你看这块铜片 它这是一个针那种 一针一针雕刻出来的一个图案 有点美用的进去 先这个洗一下 喜欢的就是那种 执扭执扭的年代感的声音 感觉是蛮轻松的 它不是那种很重的 你不信你让这个 我旁边这个小帅哥 现在看重不重 诶 是不是感觉很轻松 还挺轻松的 看一下 这是研磨出来的 到了一股铁铁秀 年代的味道 得10分钟10分钟多 就是100年前的人喝杯咖啡不容易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咸的时候干的东西 热腾腾的100年前的咖啡出来了 感觉还好 其实没有我想象的浑浊 看一下 冒出来的气 感受到了吧 咖啡都香起来了 渣渣基本上都在这个口以下 一点点小鸡粉肯定是还有 来 观众老爷们 给你们尝一尝这个100年前的味道 你们先来好不好 咖啡喝了可不能白嫖啊 求大家点个免费的赞 这100年前的咖啡味道怎么样 比较 定味深长 这个喝到最后了一趟 还是有一些咖啡渣的 上下有两个火 中间这个地方是可以拧开 是装粉的 上面是可以放水 之后把它给扣上来 卡住盖住 倒过来这样烧 热了之后呢 再把它反过来过滤 再把咖啡倒出来 是这样的一个工作原理 你试试什么咖啡机啊 就是说买了个壳子 找的一些各种各样的配件 自己做的是吧 对 你看这两个头 一个是拉杆的 一个是 我第一次见到我这 我也是服了你了 真的是 这有点像混血咖啡机了 这个能用吗 能用 这拉杆的可以用 那是怎么工作的啊 我以为是摆设 我最近还在做那台是好玩的 到时候会 两组意识是分布在这里 两组地律在后面 你想不是要绕着它跑吗 所以我就把它做成了 整机可以撞 就要用哪个头的时候 就把哪个头做了 把它撞过了 自己搁进来 刚才我才说这个马克思 一定是一个非常硬合的男人 结果真的是 当时呢 我天天主业是伺候这一群猫狗 副业才是做咖啡 全是剪肥啊 而且都是老肉并肠 这只你看他现在走路挺好的 差不多两年才脏起来 很多人可能有看到过之前一些视频 都被吓到 经常有人跟我讲 说很想过来 但是有点不敢过来 当然我做的那些 都是每家店都很讨厌 只不过大部分他只能忍了而已 我只不过说出来而已 昨天我把一个给骂了 还在那瞪我 我说你还好 还有脸在那瞪 就叼着烟 边走边 从这边窗过去的 我也去过这么多店了 这个MAX的店 是这个真的是独一无二的 你的店跟别的店真的都不一样 这边应该多很多人 人多不多取决于MAX老板的心情 不敢人就多 他敢人就算了 冰卡布 你们喝过吗 因为你看你做热卡布 你都知道它跟奶咖的融合很重要 而且卡布之所以区别于别的奶咖的 最重点就是这个泡布 像我经常又讲到的一个问题 老百姓 其实老百姓关心的是 就是合理的价格 喝到一杯自己觉得好喝的咖喱 就这么多 它不会太关心你这个豆子多有名 这是卖豆子的人关心的事情 机器也一样 老百姓不会关心你这个机器真的多厉害 你做出来一杯我喜欢的就可以了 卖机器的人才跟你讲机器好 机器那么重要吗 对 感谢MAX的咖啡和他的时间 走了 星马克 拜拜 see you 必打就是在这个MAX的这个店里边待了一个下午 就感觉这个老哥帅真直男也有温柔的一面 对不对 你看他里边养了有十几只这个流浪狗流浪猫 还是很有爱心的 每天早上起床的动力就是过来给他这个阿猫阿狗打理打理 其实看了之前那个视频了之后 然后再实地到他这个咖啡店里边感受一下 其实还是有些区别的 只有到了店里边之后 你才能感觉出来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大秋库